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生活向导节目,我是千瑞 今天我们又来到了Saramonte Subaru车行 给大家继续介绍2023年的Subaru Outback这款车 在上一期的节目中呢,我们了解到了Subaru在全美的一个销量和它的获得的奖项 我们也介绍了2023年Subaru Outback的各项指数的参数 包括它的油耗、发动机、动力等等性能的参数 我们可以看到2023年的Subaru Outback它的前端的造型进行了一些微调 它的进气格栅变得更大了,而且它的保险杠是全新的设计 所以整体上的风格感觉上更加的粗犷 增强了iSight的驾驶辅助技术,从而带来更强的安全性 无线的Apple CarPlay和Android Auto提高了便利性 标准的对称式四轮驱动可适合各种地形 荒野版更是加高了离地间距到达了9.5英寸 这些呢,都是为了让驾驶者不受路段的限制 尽情地去越野,接触大自然 在安全方面呢,2023年的Subaru Outback也同样优秀 它配备了Subaru iSight的驾驶辅助系统 Subaru的iSight驾驶辅助系统是一套基于摄像头和雷达的先进驾驶辅助系统 用于提高驾驶员的安全性和舒适性 这套系统通过使用前向摄像头和雷达来监测车辆周围的环境 以提供以下的几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自适应巡航控制 这套系统可以自动地调整车速,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 第二个功能呢,就是预碰撞制动和碰撞缓解 如果车辆前方有障碍物 这套系统呢,就会发出警告并准备刹车 如果驾驶员没有及时采取行动 这套系统将自动地刹车以避免碰撞 第三个功能呢,就是车道保持辅助 这套系统可以监测车辆是否偏离车道 并可以自动控制车辆以保持在车道内 第四个功能,车道偏离警告 如果车辆偏离了车道 这套系统呢,就会发出声音或者是震动的警告 第五个功能呢,就是后方交通警示 这套系统可以监测车辆后方的交通情况 并在有车辆接近时发出警告 总体来说,Subro iSight的驾驶辅助系统 可以大大提升驾驶员的安全和舒适性 使驾驶更轻松 大大的降低了驾驶错误和事故的风险 2023 Outback配备全套的选配安全技术 保护您和您的乘客安全 盲点监测系统会在监测到您的盲点位置有车时 透过两个测试镜 后方交叉车流警报 可以在您倒车时提醒您有车流从后面接近 倒车自动刹车甚至可以在您倒车时 可以自动停车以避免碰撞 新的智慧型后视镜具有自动调光 指南针和Home Link功能 可以让您从广角角度看到后面的物体 同时2023年的Subro Outback 还配备了双功能的X Mode模式 Subro的X Mode可以帮助驾驶员调整车辆的齿轮设置 以适应不同的路面条件 为的就是提高车辆在各种路况下的轻引力和稳定性 它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雪路和泥路的模式 另外一种是深雪泥浆的模式 驾驶员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来进行选择 不仅如此 2023年Subro Outback的拖转能力也是不错的 最大可拖转3500磅 让您能够携带自行车 皮滑艇等所有装备 让您的冒险更加精彩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你想了解Subro的其他车款 欢迎来到Saramonti Subaru车行 这里的销售将结成为您服务 这里还有收旧车的服务 所以感兴趣的朋友 可以来到Saramonti Subaru车行 来详细地了解一下 好 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再见